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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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 在汉语里头 有蒙受语意的句式 首先是这个被字句 那被字句希望大家去读的是 黄震德老师 李亚菲老师跟李英慧老师 三个人和谐的 汉语句法学这本书的第四章 那另外也请大家 读了正寅老师跟曹峰福老师 这本课本的 第四章 那课程的讲解进行 还是跟往例一样是 用老师的讲义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 今天要讲的被动句 那首先要说一下被动句的部分 我们会分成上下两段来 两堂课来解说 那第一堂课可能会讲的就是 被字句里直接被动的长被动 以及他在生成语法里面 我们给他的分析 以及各种论证 那解决了直接被动里头长被动的话 那短被动跟 包含式被动排除式被动就能够相应 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第二个部分呢 就会寒扩 后面三个句式 好 那首先这边要讲的 第一种的直接被动句呢 里头的长被动呢 大家可以在 讲义的第一个部分 这边开始看到 首先先讲讲分类好了 汉语当中有两种被字句 就是所谓的直接被动跟间接被动 那直接被动呢 又分作两个句式是 长被动跟短被动 那例子呢就像我们这边标号 第一跟标号第二的例子是一样的 那首先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呃 长被动这边它是 名词一加被加名词二加动词组 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那呃 比较特别的地方跟短被动不一样 因为短被动的格式 名词一被加动词组 你可以发现到长被动比短被动 呃多了呃一个被加上 呃名词组二的这个 呃 呃 格式在它的那个例子里头 好 那直接被动的长被动 跟短被动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类叫做间接被动 那间接被动有包含式跟排除式两种 好 间接被动的包含式我们英文叫inclusive passive 那它的例子像是第三这边 张三被李斯打断了一条腿 那为什么叫它做包含式的被动 原因是它在 语意里头呢 呃 通常那个背后的 背后面出现的这个 论源呢 它的那个 语意 跟后面 好就是整个被动式后头 打断了一条腿这边所指射到的事件 好或者是这个一条腿这个名词组 它在事件结构里面它们是必须很相近的 怎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呃我们这边提到的李斯跟这个一条腿 它必须这条腿一定是属于李斯 所以这个 这个论源跟这个论源必须有零属的关系 好 呃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就不能够形成所谓的包含式被动 好 那最后一种叫做排除式的被动 那英文我们叫 Exclusive 或 Adversive Passive 好 那 呃 这种被动 排除式的被动 我们又称作被害被动 好 原因是因为 嗯 这里会牵涉到背后面的一个 呃 对不起 背前面的这个主语 主语名词组呢 它的论源 呃 是呃蒙受者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在呃整个事件结构 我们只有呃 呃 讲到的是 运动家打出了一支拳雷打 其实它的那个呃 呃 它的那个 Theta Rules都完满了 好 就是它的论源结构已经完满了 所以 会多出一个论源在 主语名词组 它不是Cursor的论源 它是一个呃 呃 它是一个 Suffer 就是它是蒙受这件事情的人 好 所以运动家打出一支拳雷打 其实是 承受这件事情的是王健民 好 那这样子才足以让这个排除式的被动成立 好 那像这样子 呃 被动剧的呃 分类里面 好 这四个分类 在呃 黄莉莉这本书里面是第一次去把它做细分的 那以前的呃 呃 被制剧的那个 研究呢 呃 呃 通常只按照它的格式去做区分 好 那等一下大家看到它呃 呃 西部的分析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分类 那所有的被动剧当中呢 呃 都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被动剧的主语 主语名词主 其实它的论员 呃 是一个呃 呃 寿式的论员 一般我们说 汉语是SVO的语言 那 它的主语S的部分 通常是诗诗的角色 在论员结构里头的角色 那但是在被动剧跟我们之后可能会提到的寿字句 这两个句式里头它的特色就是主语论员 其实是跟呃 主动剧里头的兵语也就是我们的寿式论员是相结合的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蒙兽的人 被被打的人是张三而不是李四 那以这个常被动来说 我们就可以讲说 嗯 张三被李四打了这个句子里头 打了的 呃 看不见的一个兵语其实本来是张三 本来是李四打了张三 那只是在常被动里头它是体现在主语的位置 嗯 所以在所有的被动剧当中 朱与明慈祖跟它的兵语 这个空的兵语的位置其实是共指的 指射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常被动里头的张三 好那短被动也是一样 张三被打了 其实呃呃 呃 兵语里头的空兵语 如果存在的话 它其实指射是跟现在的朱与张三是同的 被打的人其实是张三 好那这两种被动剧不同的地方 长被动跟短被动的不同 是因为长被动当中的失识者是背后面的名词组 而短被动的失识者没有再出现在句子当中 好那所以也就是这一个我现在看呃呃 框起来的这个论员 它在短被动里头是不出现的 好也就是说主视者没有出现 好那以英语的例子来说 好呃呃 当主动剧比如说John hit Mary 变成一个被动剧Mary was hit by John的时候 他的那个失识论员John 同样的也是会变成呃 呃这个by所引戒的界隙词组里面 那不同的是在英语里头 这样子的界隙词组它是可以省略的 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真的界隙词组 那汉语里头呢你说哎老师长被动跟短被动 似乎是让那个论员没有体现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被必须一直都出现 那所以呃不好意思啊也就是说 我们呃 还并不知道被是不是一个界隙 但是英文里头是很显然被是一个界隙 by是一个界隙 因此它可以省略 Mary was hit 有点像我们的短被动的句式 好那现在要稍微讲讲看那个 英语的生成条件 在英语里头对于主被动的这个 嗯衍生它的生成方式呢 其实是假定这个 呃当呃 语义要变成被动语义的时候 John hit Mary 变成Mary was hit by John 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要动词呢 它的呃 形态 Morphology 要变成被动 Morphology 被动的那个构词 也就是我们这边B动词加上 加上那个动词的PP形式 那以Hit来说它是没有变的 所以当主动形式变成被动形式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它的失事论源呢 它的论 它的case被absorb 就是它的格位呢被取代了 所以这时候John 变成一个没有格位的名词组 那怎么办呢 因为英语里头有这个EPP的规定 就是英语里头一定要有主语 所以这时候发生就是这个 宾语的名词组 这边的Mary呢 会移到主语的位置上去 变成Mary was hit 刚刚再讲一次 Hit的Morphology变成was hit Mary呢 移到主语位置上 因为英语一定要有主语 这个我们在理论程式 我们叫EPP 以后再告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 那以主语这个John来说呢 它本来的位置被取代了 然后它的格位也没有了 因为当你Mary当主语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受视论员 站在主语的角色 拿着主语的case 那变成本来的主语名词组John呢 他没有格位 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介系词来引戒格位给他 所以他就变成介系词组by来引戒 而且他可以审 我们知道没有格位的名词组 在句子里头 他是不需要出现的 所以John hit Mary 会变成Mary was hit 那可审不可审都可以by John 那所以有一个移位的发生 Mary移位到了前面 然后John呢被demote 这个英文里头叫demote 那用中文来说就是 他没有拿到格位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邪格的名字组 那需要有一个介系词来带他出来 好 那如果这边英文的生成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回来看汉语的被字句 汉语的被字句呢 你会说老师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李四打了张三 变成帐三被李四打的时候 其实也是发生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的兵语 一样移到足语的位置 去拿阻隔 然后呢 被李四呢 他其实是一个介系词组 好看到没有 就是这边显示的 老师这个讲义上面画的 这个被李四变成是一个PP这样子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跟英文的生成条件完全一样 就是发生一样 这三里面老师所说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就是兵格 因为被字的构词变化被吸收 第二个足语的论子角色被被而取消 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受试角色名词组 移位到足语的位置 然后最后就是被和失事角色的名词 形成一个可以省略的介系词组 就是被的PP 那所以整个被动演变过程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移位的分析 移位的分析的话 那就会是像第四号这个图这样子 那他的过程是像老师整理这边的第三 好这是以传统的英文的标准解法来看汉语 好那不过呢 这个这本书的 这是教科书里头的作者呢 他们的看法并不支持这样子的衍生过程 第一个首先是汉语本来就不是一个一味丰富的语言 好然后呢我们的格位也看不到 然后还有就是被究竟是不是一个介系词 这也是就是可以值得争议的 好那因此呢 课本里头他认为呢 哎我们去看一下一些检验的方式 首先我们把张三被李四打了 好这个空的冰雨名次座 我们去填代词进去 反而是李四打张三 我们说我们他是移位变成李四被张三打了 那原来的空冰雨的位置 就是刚刚老师在这边画的这个冰雨的位置 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我们会发现像五这样 你如果把它填进了代词他跟自己 或者是甚至于专有名词组王物 其实句子都是不好的 所以五A五B五C都是错的句子 张三被李四打了他是不行 张三被李四打了自己也不行 张三被李四打了王物也不行 你一定要说张三被李四打了对吧 好那以这样子来说 还有一个句子是张三被李四来了 好那这句课本里头有提出来 要论证说他的冰雨的位置 但事实上来是一个一元动词 那我不确定他应该也算是unergative verb 所以他本来就不会有冰雨 好那所以我不赞成课本 把第五的D拿出来做论证 但是至少在ABC三句里头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这些句子不合法 似乎支持寿氏主语跟原来冰雨 好像有一个连结 对这冰雨的位置 好像一个空格可以带此填入 那不过呢 这个论证五的ABC 这边是似乎是支持一位分析 不过呢课本还提到了另外四个 可以论证的方式 第一个是足以角度测试 对不起 足以角度测试 请大家看那个讲义的第二页的 开始的第一个那个点 黑点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位测试 然后第三个是并列结构测试 第四个是照应与约束的测试 总共有四个论证来论证说 好像刚刚你那个冰雨的位置 能不能加上带此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足以让我们可以论证说 它是一位的分析 那以足以角度的测试来说 这个在英文里头也常用 就是我们会认为要测试足语的语意 它的是不是一个失事角色 它的论源结构里头 是不是指派一个失事角色的话 我们必须 我们可以用副词来测试 比如说像英文的deliberately deliberately 所以比如说你现在像第八 the pedestrian deliberate got hit the pedestrian deliberate was hit 这是get passive跟be passive的差别 上面这个是用b动词形成的过去式 下面这个是用get所形成的过去式 那我们会发现b句 你是可以加上副词deliberate 就是故意的 这个行人可以故意get hit 可是这个行人不可以故意去was hit 为什么 那原因就是因为8a这个被动式里头 它是蒙兽的语意 它不可以 它的主语其实是一个立式的角色 它并不是 对不起 它的主语并不是一个 失事或是立式的角色 所以它不可以成为一个 它是受试 所以它不可以成为 那个副词故意它的主语 那因此呢 8a就会是并句 8b却不会 那以get来说 get hit它并没有形成一个被动句 那所以其实主语的角色 这两个差别就在主语的论源结构 论源结构 我们在当代汉语这个课 没有仔细的讲 不过你们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很多有兴趣的现象 是跟语义有关系的 可以再请大家去修那个汉语义法的课 好 所以呢 主语角度的副词 所谓subject oriented 只能够跟 诗试跟立式两种角色来搭配 好 那以回到我们的6跟7这个打 这个被打 这个被字句来说 只要是故意被打 只要是故意被李斯打了 好 在我们汉语里面似乎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被打这两个句子 其实并不是对应到8a 这种英文的句子 这是第一个论证 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因为故意的测试 就是我们知道 主语并不是失事或立事角色 好 应该说 对不起 应该是主语可以是失事或立事的角色 也就是比较像8b 他是好句子 那 他就不会是移位生成的 就是让主语是一个失事角色 这是第一个测试 可以这样可以吗 好 第二个测试是移位测试 我们直接把贝加上pp 拿当作介细词组来做移位 如果贝加pp的确是个介细词组 那他理应会有介细词组的语法行为 也就介细词组的特色就是 他可以在句子当中 不同的位置出现 可以做移位 好 所以这边讲啦 在贝NP传统上移位分析 视为一个介细词组 不过有趣的是像我们识的这个句子 贝加上NP的移位行为 跟典型的介细词很不同 典型的介细词 比如说我跟张三处得来 这个跟张三 他就是一个跟就是介细词 那我也可以说跟张三我处得很来 把跟张三可以移动到话题的位置 可是贝不能这样做 你可以说张三昨天贝李斯打 可是你不能说贝李斯张三昨天打了 你也不能说张三贝李斯昨天打了 那一位测试也告诉我们贝加NP 并不像是一个介细词组 那这一点也是比较驳斥一位分析 再来并列结构的测试 并列结构的测试它的逻辑 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那个当代 必须要讲一些那个汉语法里头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会拖慢 那个并列结构它的逻辑就是说 当你可以用end来连结两个成分的时候 这两个成分一定同样的词组 也就是说对等连结必须要连结所谓对等的词组结构 你不能把一个名词组跟一个动词组做对等连结 所以当你说张三和李斯是好朋友的时候 张三是个专有名词李斯也是个专有名词 所以可以用和来连结 但是你不可以说张三和达李斯是好朋友 因为达李斯是个动词组 可是张三是个名词组 所谓对等连结就必须是两个同样的成分的连结 好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贝字句 贝字句你可以说他被李斯骂了两声 王五踢了三下 这个要测试什么呢 这个要测试说背后面整个的成分 当你有一个贝字句是他被李斯骂了 假设是后面先不要看 假设你有一个贝字句是他被李斯骂了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加上那个次数或频率的补语 变成他被李斯骂了两声 那现在背后面整个东西 我们却有办法让他iterate 让他再跟另外一个成分做并列结合 比如说王五踢了三下 这告诉我们李斯骂了三声 李斯骂的两声跟王五踢了三下 他必须是一个语法成分 那我们假定他以我们刚看到的这个图里头 背里是打了假设是一个成分的话 我们会假设他是一个动词组的成分 再回到上次的IC成分分析 每一个成分都必须对应到数状图的一个节点 OK每一个节点也必须是一个语法成分 可以吗 那不是语法成分的东西他不会形成一个节点 所以他也不能够做什么 不能做替代不能做删除 不能做移位各种的语法 语法的那个operation都不可以做 好现在回来这个句子 李斯骂了两声王五踢了三下 显然是一个语法成分 他就会是一个VP 那我们可以说后面是一个VP的连结 对等连结 那如果说这个句子课本里头画的是一个问号 那假设你是可以的话 这显示什么 显示这框框 老师用这个句 把它框起来的句子的地方 它是一个动词组成分 那也就是说背里是不是成分 为什么 因为我在我们原来的UE分析 背里是他必须是一个动词组 所以他里是必须跟背是比较紧密结合 可是你发现背它是跟李斯打了什么 比较接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李斯其实是跟 骂了两声才形成一个成分 而不是跟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反对 这个BINNA结构的论证 就会支持非一位的分析 就反对一位的分析 这论证清楚吗 那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测试 都是反对疑问分析 然后有一个测试是支持一位分析 OK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赵英语约束 那我们在这一门课的第九周的时候 其实才会讲到我们 生存语法里面很有名的一个Principle 很有名的一个规律 叫做Binding Principle 那它规范的呢就是赵英语 赵英语就是所谓我们代词 反声代词跟专有名词 这种不同名词 它对于自己的reference 它的指涉对象 怎么在剧中找到它指涉对象 或是无法在剧中找到对象 必须在语境中找到指涉对象 这件事情去做规范 那以反声代词 他自己来说 通常我们认为他必须要指到最近的 比较近的一个名词组 那我们看假设看贝字句的话 张三跟李四讨论了自己的想法 张三通知了李四自己的分数 你可以发现张三跟李四 这跟李四我们说是个界隙词组 讨论了自己想法 这个自己通常是谁的想法 以这边的标号来说它是I 而不可以是J 所以这个自己其实是跟张三是共直的 不可以跟李四共直 那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说呢 界隙词组里的名词 是不可以被反声代词所指涉过去的 那以张三通知了李四自己的分数也是一样 那有些人会说这个情况可以指张三 也可以指李四 那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测试方式是用他自己 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根据Binding Principle A 就是这个 约束理论里头的管辖三原则里头的 三原则里头的第一个 他自己这种必须要跟最近的这个名词组去做对应 所以张三通知了李四他自己的分数 你就只能指到李四而不能指张三 那张三跟李四讨论了他自己的想法 这时候只能是张三 那这个就表示什么 这个界隙词组跟李四里头的这个J J的名词组他不可以被这个反声代词所指涉 不能当他的先行语不能当他的前行语 那我们先来做被字句了 张三被李四关在自己的家里 那这个字句看起来是可以是指张三也可以指李四 张三被李四关在自己的家 可以是张三的家里 也可以张三被李四关在李四的家里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被李四 跟刚刚的这个跟李四 其实是行为不同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李四他无法被自己所指涉 可是这个被李四可以 这个李四可以是J J index可以体现在这个自己这边 一样的那封信被李四带回去自己的家 也是一样 李四带回自己的家 还是可以是李四自己的家 好 那这是指最近的 好 所以 这么一说来 这个被李四跟跟李四 其实行为必须是不同的 好 换句话说呢 这个也支持跟刚刚的这个 这个被跟李四不成一个成分 是一样的 他都在说明被加上NP不是一个PP 这个也是 所以一位测试并列测试跟照应约束的测试 都指向被李四不是一个界隙磁组 好了 那被李四不是一个界隙磁组 换句话说这个图就不成立 这个第四号的这个图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他把它化成是一个PP的话 表示他必须是一个成分 他是个界隙磁组 可是这三个测试都告诉我们 背李是不是界隙磁组 好 所以这边总结上面提到四个重点 我们相信 因为汉语的被字句用这个 用一位的分析是不可靠的 那用补语或主位结构的分析呢 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怎么样 怎么样来说补语呢 刚刚我们讲了这一位分析 我们用四个论证说他是不行 那什么叫做补语的分析 刚刚好像没有提到 补语的分析就是说 张三被李四打了 我们把被当作是一个动词 打也当作是一个动词 那李四打这个东西呢 当作是一个被的补语 也就是说张三被 他后面有一个子句 这个子句啊是被被所引界的 所以他有一点像 有点像什么 有点是像我造一个句子 张三说 然后你可以说 李四很聪明 以这样子来说 张三说后面可以接一个什么 这一个是小句子嘛 对不对 小句子甚至一个 动词组名词组都可以当作 一些动词的补语 那更不用说小 更不用说那个 对不对 句子都可以当作 那个一个动词的补语 更不用说一些 PPR 或是VPR 或者是IP 对不对 比如说你可以说 张三告诉李四 对不起喔 这边打乱 去台北 赶快去赶快 赶快当然是一个副词啦 那去台北显然是一个 VP 所以这是一个VP的子组 所以一样喔 那个告诉李四 一样后面可以加 一个赶快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告诉整个后面的那个补语 李四赶快去台北 这都没有问题 那这告诉我们说 假设我们把那个贝喔 当作是一个动词 他后面是可以 比如说 他可以是 像我这样子写 欸为什么都一直出来 然后这样子 好现在贝呢 当作是一个动词 然后李四打了 加上一个空冰 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贝当作是一个小动词嘛 然后下面一个是小 他的一个子句 李四打了 好 你也可以这样分析 那像这个就是一种补语的分析 也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动词 后面接他的补语嘛 并没有什么移位 什么冰语移到前面的问题 李四打了就是一个成分 好 那以我们刚刚的论证回到刚刚来说 有四个论证 以足语角度副词 这个故意来说 贝可以称作二元术语 就是说历史论员 可以是故意而经历一些事情 那二跟三是典型阶系词 跟贝加PP 来做比较 典型阶系词不同 和典型阶系词不同 阶系词组 一会测试 和并列结构词组 都没有通过 表示贝加上一个NP 不是一个PP 那照应语约数的部分呢 对位置比较低的反生代词来说 上面上层的两个名词组 都适合当作前行语 所以呢 真正的数状结构 应该画成像是18 也就是说张三是主语名词在这边 贝是一个动词 那他后面加上一个IP 当作他的补语 所以张三贝李四打了 那这是空语 空语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一个空代词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其他可能成分 当然trace也是有可能 那但是他就是一个一味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分析就是 单纯的把它当作是一个IP的结构的补语 这里的补语分析 虽然好像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 可是呢 还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回到刚刚说 那这个宾语的 刚刚我们不是测试 把代词带进去吗 刚刚我们这个第5的例子里头有提到 那现在又在这边重复 第19跟第5这边重复起来 那就是说张三说李四打了他 张三说李四打了自己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上面提到 冰语必须空白的这个要求 对补语分析来说 其实会构成挑战 因为比如说像说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它是可以加上冰语的位置是可以 张三说李四打了他 张三说李四打了自己 都没有问题 可是被制剧 这会有一点争议啦 如果你认为张三被李四打了自己 这个语感不好的话 那可能还可以说 是因为他这个空白的成分 他不是已经一位走了 但是他不可以加上反生代词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四个论证 都反对一位分析支持补语分析 可是呢有一个论证来 argue for主语 主位结构的常被动分析 还有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这边没有讲到是所谓 为什么会有精力的语意 也就是说这个被假说是一个动词 为什么他后面这个 加上那个补语 那他其实会有精力语意的那个 产生 但不管怎么样 NBA的分析的问题就是 论质角色的问题 还有就是PP 因为他根本不像 被李四必须要是PP 他才能够硕是一位分析 还有就是对等连结成分跟binding的测试 也都不支持 那个他是一个PP 那如果各位听懂这个18分析之后 接下来要讲 被字结构 有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事情 就是他必须有时候牵涉到 一个operator跟variable的空运符的一位的选项 刚刚讲到啦 我们无法解决的唯一问题就是这个 冰语到底是什么成分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一位 那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解读 是跟主语这个受试者 这个受试者角色相同的解读 那答案就在这边 4.1.2 他要说的是 其实呢 在IP的左缘 有一个运符 运符会操纵这个 后面的空的成分 他的解读 大部分的时候是一对一的 但事实上有时候不一定是一对一 以上次老师有讲过的那个 我很喜欢用一个 谁来谁先吃这个例子嘛 对不对 如果印象当中你们还记得 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讲 这个谁在汉语他不是疑问词 因为他这句话没有疑问的语义 他是一个variable 他是一个变相 也就是说这里唯一告诉我们是 他是像有点像数学体里面的那个变相X 就是说不管谁来谁都可以先吃 那这个X唯一要要求就是 这个X同一个数 所以张三来张三先吃 李四来李四先吃 好 那这个像这样子的句式 传统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析成说 这个左侧有一个运符 假设我们叫做运符index i 那这运符index i呢 他运符的作用就在于他可以操控变相 所以这里有一个变相i 这里有另外一个变相i 那这些变相i都必须由这个运符来操纵 所以当这个i是X是张三的时候 这个变相i的第二个也必须是 好这运符的作用就是这样 那运符通常出现在句子的作用 就是说每一个命题都可以有个运符 这个运符的scope 它的那个扩级的泛域是句子一整句 所以当句子里面有一个变相 你就能够操纵一个变相 如果句子里面有两个变相 三个变相都可以决定它的值 OK 好先回到这边 所以在ip的左缘 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运符 那这个operator它是操纵这个变相 那问题就在于这个变相 跟这个运符的这个train 这个形成的连结 它的解读是跟 恰巧跟这个句子的足语是相同的 这个我们叫做NOP移位 NOP移位 所以我们没有说这个兵语移道的足语位置 我们只说它跟这个ip左缘这个成分有 这个运符有一点关系 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这个存在 这个你们先学一下它的论证方式 如果因果关系不是太了解的话 暂且先强计一下 那以operator variable这个来说 这里其实形成的 有点像我们汉语的叫做second predicate 就是吃药胃语的一个感觉 那这整个东西是一个胃语修师这个帐三 所以帐三它的胃语是什么 贝里斯达的整个 OK 那怎么样证明这里的确有 这一个NOP在这里呢 那事实上有四个证据 第一个是长距离被动 就是所谓的无介义存的关系 那被动如果它是一个移位被动 通常移位都是很短的距离限制 可是如果你假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operator 跟一个variable是吧 它可以长距离 它没有界限 所以叫做无介义存关系 那英文又叫做long distance passiv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被动句 越照越长 为什么 因为你无论跟主语的多长 句子都是好的 比如说你说John was hit by Mary John was hit by Mary 或是John was hit 你不可以再拉长了 它就只有一个closal的范围 一个子句的范围 可是你可以在汉语里面 你可以说张三被李氏派警察抓走了 或是甚至更长 那封信被我叫李氏 请王武托他妹妹记走了 那一样这个都是冰雨的这边 有一个空的成分 那这个空的成分 显然被记走的东西 被抓走的东西 被记走的东西 是大封信 被抓走的是张三 可是你中间 无论你把它加了几个 几层的子句 句子变得多长 像这个 那封信被我叫李氏 请王武托妹妹记走了 那事实上 这个动词主是在记走了这边 那他妹妹是第一个主意 在王武 在李氏 在我 中间隔了一层 两层三层四层 五层的子句 对不对 一样可以止射 这个叫做long distance passive 叫做长距离的被动句 那英文里头没有办法 照这样子的长距离被动句 可是英文里头有一种结构 叫做tough construction 他是可以的 比如说26句子 the problem is too easy for me to ask the teacher to help me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o easy for me to think that I can ask the teacher to help me solve 他都可以做非常长 那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tough construction 这个 你刚刚看到这个it is easy it is tough 这个叫做tough construction 这个结构 他其实是 就是一个典型的 有nop 有operator 有孕符的一个结构 我这边念一下 被字句的结构 牵涉到空音符的移位以及位语 而本文的分析跟英文所谓的tough construction 是可以比拟的 比较的 那有两个 第一个 首先小句子中的冰语 是一个空语类 移到句子的小左圆 那第二个 这个形成的nop 担任主语的位语 就会形成主位结构 他是一个位项 所以以这个20 这个tough construction if the problem is too tough for you to solve 或是the problem is too easy for you to solve 他都是一个nop的结构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nop的结构 他可以做long distance 他可以做长距离的 那跟我们的被动正好恰恰相同 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去证明说 为什么我们的被动句不是移位句 而是一个 有空运符的nop的结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孤岛效应 孤岛效应 常常被来测试 有没有移位发生 那汉语里头本来就是 孤岛比较少的 一个语言 但是在汉语里头 两个孤岛是存在 一个是竹语孤岛 一个是附加语的孤岛 Edge on Island跟Subject Island 好 那你来看喔 被动句 你造成孤岛的时候 还是句子是好的 江山被我通知 李氏把赞美他的书都买走了 把赞美他的书 那这个买走是买走什么东西 买走那本书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这个书 被埋在这个把的这个句子里头 然后呢 又被埋在这个通知李氏的 这个补语里头 然后他恰恰又是买的主语 有没有看到 所以江山被我通知李氏把赞美的 他的书都买走了 这个书喔 Somehow 假如他是要跟这个东西有 有一个连结的话 然后这个张三他的位置应该是在 买这里的主语 对吧 买的买的人是张三 如果这两个这个 以为要成立的话 这表示他在可以让这个东西 跟孤岛里面的东西是一样 现在你想到Island 你可能会觉得很复杂 你去理解Island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在英文里面有一些结构 你是不可以从里面移东西出来的 因为这个结构本身已经太复杂了 如果你再移东西出来的话 Parse就是当你Parse这个句子 你去运作这个句子的时候 是所谓会当机 对不对 但是汉语里头的被字句里头 我们发现他是一个A吧 原因就是因为他孤岛的效应 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Nope 以为 再来就是锁这个论证 古代汉语里头 我们有这个锁 那通常锁是什么 以语义上来说 有人说他是冰语的critic 就是冰语变成一个代词 但是他是黏着语术 所以他必须黏着在动词上面 这个在很多语言里面都有 我不记得是不是意大利语啊 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但是object clitics 这种东西很多语言都有 那汉语里头唯一可以看到的 遗迹就是类似像所这种成分 怎么说呢 不能比如说他们所了解的事情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不能被他们所了解 那这个锁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了解的事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代词 但是代词呢 这个代词它是必须前移的 那有些语言里头 它是一个黏着语术 它就必须附着在另外一个自由语术上面 那汉语的不是 汉语的锁就直接移到动词前 比如说我想这件事 你可以说这是我所想的 我所想的什么 锁就是想的冰语嘛 对不对 那小偷锁没有偷走的那些书 小偷偷那些书 那这个锁是什么 也是那些书嘛 有些人是这样去理解 可是呢 那在汉语里头我们发现被字锯哦 你看这个28的锯字 你会发现它的冰语啊 如果是可以在这里的话 那这个怎么会是冰语呢 你不可能会有两个冰语嘛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这个原来就生成在这里的主语 也就是它不是从冰语移位来的 那既然不是冰语移位来的 那它就不会是移位的分析啊 这是第三个论证 第四个是我们所说的 Resumptive pronoun 接应代词 接应代词的特色呢 是它只有一种A bar关系才允许 那这里的A跟A bar我说明一下 A connection A关系 一直是论语位置的关系 那论语位置就是主语跟冰语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的关系叫做A关系 那非A就我们叫A bar 所以假如说像话题哦 它是在主语的左侧又多加一个位置 讲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A bar关系 那张三贝里是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本来这里是这个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位置 它是空调的 但是它是因为一个NOP结构 跟这个主语有连结 假设你这样子认为的话 那它就可以加一个他 OK 那我们看原来的句子第5A 我们现在把它拿来 这一根31做比较 好 张三贝里是打了他一下 可以 张三贝里是打了他 却不行 李是打了他的那个人来了 其实蛮怪的 但是你可以说 李是打了他一下的那个人 来了 这个这里的那个不一样是说 这里是讲 The person who is hit him can 李是打了他的那个人来了 意思是打了的人也是那个人 可以吗 那同样的你也是把它加了一下之后 在33的句子跟31一样 就会变得好了 可是你不加是不会变好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接应代词这种代词呢 它通常要必须加在一个一位结构 跟左边有关系的结构才可以的 好 好 那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 长被动的分析来看 21的这个图做一个总结 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说 长被动张三被李是打了 其实他是一个主位结构 也就是说被呢是一个动词 他的主语是张三 OK 那整个什么是位语来修饰他呢 主位结构我们知道位语通常是修饰主语嘛 整个位语就是这个NOP加上被 然后呢 他后面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NOP结构是跟主语共指 他必须形成这个连结 这样才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张三就恰恰好跟这个名词组 所指涉对象同一个人 OK 就是李是打了的人就刚好是张三 好 那如果这个语义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结构是动词加上一个IP的补语 IP的补语呢 除了左边有这个 Abar位置有一个这个之外呢 动词组下面呢就是打了就这样 这就是场被动 好 那我们关于被动剧的第一部分 就先到这边结束 那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讲华语的短被动 好 还有直接跟 排除式被动跟 包含式被动 总共另外三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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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